上集说到顾金月下乡来找童话理论 你和他认识 我的前卫婚夫 程小宇瞪大了眼睛 他就是你那个不是东西的王八蛋前卫婚夫 对 他就是一口中的王八蛋 他怎么也来了 来找你的 童话神色郁闷 他真的要被顾思气死了 程小宇见童话神色为你 以为他是因为那个王八蛋生气 臭不要脸的玩意 砸的就是你 顾金月皱眉 肯定是童话跟他说了一些不好的话 顾金月想了办法让童春景他们提前从农场出来了 包括孔一雪 以为童话会高兴 但童话对他的态度更冷了 什么事 进去说吧 有什么话就在门口说吧 顾金月没想到他连门都不让他们进 童话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 不可理喻 对 我不可理喻 晃晃 你别生气 顾哥哥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想说我们之间有误会 我们进去把话说开好吗 你们想说的话不就是你们之间没有关系 婚礼上那天顾金月就是一番好心救了你 只是耽误了时间 错过了婚礼 你们有错 但是也不能全怪你们 全怪你们 就是我心胸太狭窄 我说的没错吧 顾金月一脸的烦躁和恼怒 你难道还是不相信 我相信 晃晃 你真的相信 顾金月因为有过前车之鉴 不觉得童话是这个意思 果然童话点头 我相信你们现在没有男女关系 哪怕你有这种想法 但你有病 还不能生养 你再想嫁给顾金月 顾金月他妈也不会让你进门 孔丽雪惨白着一张脸 眼底泪光翻涌 身子因为难过 颤抖了起来 一副被童话的话伤狠的样子 顾金月又失望 你就这么想他 知道他哪里头 你就说哪里 你怎么能这么恶毒 我恶毒 我残忍 那么两位大善人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什么说的 我就要关门了 孔丽雪眼泪速速的掉 换换 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我已经做好终生不婚的打算 你 你不该这么揣测我 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我永远都不会对不起你 顾金月眼里 孔丽雪惧惧真长 自自真心 但看在童话眼里 却是前世他死前 孔丽雪因很得意的笑容 童话的不为所动 是那么冷漠和寡情 顾金月拉着孔丽雪的手 转身就走 顾哥哥 顾哥哥 童话翻了一个白眼 直接关上了门 顾金月忍不住回头 却发现童话的门早已关上了 顾哥哥 孔丽雪苍白的脸上挂着泪珠子 一副惹人怜惜的模样 走吧 话话对我的误会太深了 婚礼那天我真不该耽误你 回到知青点后 顾金月提议让孔丽雪暂时别走 纺织场假期方面他来想办法 孔丽雪求之不得 他本来就想找理由留下来 童春景不明白顾金月是什么意思 你让蜜雪留下干什么 我要让她看清楚 如果她想跟孔蜜雪在一起 不管孔蜜雪身体如何 她都能把孔蜜雪娶回家 童春景作为男人 她能看出来顾金月喜欢的是童话 不是孔蜜雪 但顾金月这么做 是不是太损了 闹不好被人举报 他们还容易背上生活作风问题 太危险了 我现在是单身 蜜雪也是单身 蜜雪的名声怎么办 孔蜜雪一脸苦笑 自责道 只要能让华华和顾哥哥和好如初 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然 童春景心里微微一动 只要童话对顾金月还有感情 顾金月就不会输 童话那么喜欢顾金月 又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不喜欢了 若是蜜雪名声真的坏了 她是不是可以提出来照顾她 若是这样一件双雕 倒也不错 孔蜜雪留在了红牛大队 她不是知青 不用下地干活 陈小雨和童话在一起干活 远远地看到孔蜜雪给顾金月他们送水 他们果然有坚强 不要脸 现在他们男为婚女为嫁 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她巴布的他们做得更多 好让顾思知道 她做的那叫什么事 把这对狗男女送到她眼面前来恶心人 自从那天童话发完脾气离开公社之后 童话就没再去给顾思送过饭菜 也没有让程队长转交过 李干事 你家里有小辈吗 我排老五 家里几个个姐姐都有孩子了 如果你做错了事 你的侄女或者外甥女生气了 你会怎么哄 李干事心想领导都把性别给卡死了 不就指定是童话之亲吗 姑娘家容易红 漂亮的衣裳 再买一些好吃的好喝的红红 她侄女外甥女一颗糖就能红好 就不知道放在童之亲这儿能不能行啊 顾思在顾家一向孩子缘不好 也不是说孩子缘不好 她是不分老幼 人缘都不好 她从未红过孩子 通常一个眼神过去 孩子自己就好了 像童话这样跟她一生气就好几天 她还是头一个 红牛大队 桑桑 孔蜜雪忍不住地喊住了人群里一起下地往回走的童话 童话没有理睬 和程晓宇彭大美他们继续说话 桑桑 我有事找你 童姐姐都不搭理你 你每次都要纠缠上来 咋的 你是不是小孩子 孔丽雪像是被吓到了 神色柔弱 桑桑 我只是想问问你 昨天你有没有捡到一支钱包 没有 你再仔细想想 昨天我从公社买东西回来 路过你干活的地方 我实在是提不动了 就暂时把东西都放在了那儿 后来还是过哥过来帮我把东西提回去的 说个话都说不清楚 支支吾吾断断续续跟尿不尽似的 孔丽雪顿时脸色涨红 一口气说了出来 当时东西没有少 但放在里面的钱包没了 你怀疑钱包是我偷的 孔丽雪盲摇头 我没有 我知道你家里出事 来的时候身上没有带多少东西 更没有带多少钱 所以 所以你如果要是捡到了钱包 能不能先还给我 程晓宇几人又不傻 孔丽雪口口声声说不怀疑是童话偷的 实际话里话外的意思 不就是说童话缺钱缺东西 才会去偷他的东西 空口说人偷东西 你是什么东西 不远处童春树见状 立即就不能忍了 直接冲了过来踹了一脚程晓宇 程晓宇是童话在这儿的第一个朋友 他能给童话出头 童话也一样会给他出头 你为了一个外人这么踢我 晃晃 小兽可是你的亲弟弟 你怎么能这么对他 万一 万一要是真被你踢出事 你后悔都来不及 你口中的外人是在我被人诬陷的时候 相信我 帮我出头的最好的朋友 程晓宇早就从地上爬起来了 听到童话说她是她最好的朋友 眼中的亮光又亮了亮 晃晃 我本来还想给你面子 但你既然这么无情 我也就直接说了 请你把昨天拿走的钱包还给我 程晓宇正要反驳的时候 一旁的彭大美冲了出来 你放屁 谁拿你的钱包了 你有证据吗 谁看见了 你没证据瞎避避 再把你抓到农场去劳改去开花 程晓宇最高兴 她才是童姐姐最好的朋友 大美跑出来抢什么花 我们当然有证据 证据就是换花二哥亲眼看到换花拿了钱包 有没有偷钱包 童话自己还能不知道吗 但孔蜜雪这么信誓旦旦 不光是因为童春景愿意站出来指认她这个亲妹妹吧 童话一耳光呼在了孔蜜雪的脸上 你这脸下香之后 皮是越来越厚了 打得我手疼 童春树又气又脑 牙都要咬碎了 童话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还能更过分 反手 童话又是一耳光 孔蜜雪捂住被打的脸 又恨又气的眼里迸射出怨恨的目光 上前就要还手打回去 但程小雨和彭大美相两大金刚似的挡在了孔蜜雪的跟前 一脸你有种打打看 看我们削不削你吧 幻幻 你不要逼我去报案 去 谁不去谁孙子 蜜雪姐姐 你不用再劝了 她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一回家 童话就发现门锁没人动 但窗户被人动过 有人在她不在的时候进过她的屋子 联想到孔蜜雪刚刚做的事 童话在屋里翻找了起来 最终在炕上的橱柜里找到了一只不属于她的钱包 童话也有一只 当初下乡时候 孔蜜朗给她的 打开钱包 里面有一百多块钱 还有不少票